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距离发布会正式举行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现场已经聚集了来自境内外的很多媒体 看来大家对这场发布会都非常的关注 说到这次发布会 我想用一个关键字来形容 那就是新 首先 新在时间节点 这场发布会是今年两会的首场新发布会 今年非常特别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同时也是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召开的发布会 将向外界释放哪些新信号 传递哪些新信息 相信一定会受到大家关注 其次呢 新在发言人 这场发布会上 大会新发言人刘洁一 将首次以发言人的身份亮相 其实 相信刘洁一这个名字 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 他曾在外事系统工作多年 也曾担任中国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 今天是他首次以新身份亮相 他将如何执念中外记者 对人民政协过去一年工作的关切 对于记者们关心的就业 经济等民生话题 将给出怎样的答案 相信大家和小新一样 对发言人的表现充满期待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开好这次政协大会具有重大意义 今年全国政协继续聚焦 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 献计 出力 紧扣 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 履职 建言 中心社记者提问 2023年全国政协创新开展了 委员履职服务为您活动 受到广泛好评 可否请发言人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项活动取得了哪些具体成效 谢谢 比如深入地方和企业汇整把脉 摸准他们在就业 招工 民营企业融资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努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首场新闻发布会 已经圆满结束了 整场发布会持续70分钟 发言人回答了10位中外记者的提问 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再到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民众关注的关键小事 发言人都一一给出了解答 大家可以看到 小新的笔记也是记得满满当当 当然小新也非常幸运 在这场发布会上获得了提问机会 从发言人的解答中 我也感受到了暖心和信心 正如发言人回答小新提问时所言 我们也期待新的一年 政协继续着力为民群众排忧解难 扎实办好有利群众的时事 为不断增加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积极发挥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